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周日报沙巴新闻。来关注今天头版头条新闻。 上诉庭昨日驳回联邦检察署上诉,并认为沙巴律师协会据诉讼资格, 可向法庭提出要求联邦政府履行向沙巴支付40%净税收的义务的司法审查。 上诉庭在上午9时透过线上视频会议宣判时, 表明上诉庭三思一致裁决驳回联邦检察署的上诉申请,不过联邦政府无需支付堂费。 以上诉庭法官拿杜拉威为首的上诉庭三思在宣读判决时, 也形容这是向史无潜力的司法审查申请。 上诉庭指出,他们基于联邦检察署未能救沙巴律师协会。 司法审查申请不具诉讼资格及不予神力一事。 提出具有依据的法律事实和基础。 因此一致驳回联邦检察署的上诉。 沙巴律师协会前主席拿督陈全方表示, 上诉庭的裁决标志着沙巴律师协会在申请司法审查的征途上, 成功跨越了首个重要障碍, 为进入实质性审理阶段铺平了道路。 他说,沙巴律师协会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团体, 其宗旨之一是维护正义,超越个人利益。 他指出,涉及40%净税收权益的问题, 其资金流向是从联邦政府到沙巴州政府。 因此,沙巴律师协会提起的诉讼并非出于个人利益, 而是站在沙巴及沙巴人民的立场上。 同时,沙巴州政府强调, 州政府不支持联邦检察署, 继续就亚币高庭允准沙巴律师协会进行司法审查的决定提出上诉。 沙巴首长法律顾问拿督苏关山表示, 州政府作为诉讼一方将在亚币高庭接受临审。 他说,正如上诉庭所言, 这个案件是极具重要性的宪法课题。 攸关公共利益,透过法庭示现是适当的决定。 政府将斥资1680万令吉推行冰南邦的摩约和桥梁提升工程, 预计会在24个月内完工。 冰南邦区国会议员拿督伊温贝尼迪披路, 摩约和桥梁全长90公尺。 提升工程将涉及现有的混凝土桥梁及衔接道路。 他说,这项工程将由沙巴公共工程局负责进行。 一旦完工将能让与5000名居住在巴巴共一带的村民受贿。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到马来西亚进行官访, 周二晚上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。 他期待在官访期间, 与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,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及马来西亚领袖举行会晤。 就推进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, 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深入交换意见。 沙巴星周为您报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